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借此能够抒发自己的情感 以及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因为净空法师在临终之前说了一段话 竟然把天机都泄露了 一 净空法师的遗言 净空法师说 我年龄老了 快要走了 说出来的都是真话 以下就是法师的字数 护持很年轻的法师要有节制 要让他吃一点苦头 不要认为我这样子对待他 对不起他 不慈悲 那你就错了 他要不吃苦头 他不能成就 如果说一点苦头都不愿意吃 随他去吧 为什么 不会成就 真正有人帮助他 再苦他都会熬过去 为什么 他会成就 他常常有法喜 他不在乎物质的受用 这个你一定要懂得 你要给他过富裕的生活就完了 你就害了他了 所以要记住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我这一生让了三次到场 我们现在是凡夫 学佛是起步 从哪里学起 从何学起 别人跟我不和 我们要跟他和睦 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别人跟我不和 我要跟他对抗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这结冤仇 冤仇结下之后 冤冤相报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那真叫苦不堪言 痛苦不是一方 双方都痛苦 那又何必 我们能忍一忍 双方都得好处 我也无烦恼 你也没有灾害 真的叫双赢 所以 古圣先贤 诸佛菩萨教导我们 不能跟人冲突 处处要学忍让 古人告诉我们 吃亏是福 吃亏的人没错 吃亏的人不吃亏 占便宜的人有灾难 他真的没有占到便宜 吃亏的人真占到便宜了 这个道理很深 佛在经上常常提示我们 教导我们 处处忍 处处让 不要跟人争 海阔天空 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自在 为什么不肯让 他要这个地球 咱们就让开 就让它 这宇宙当中星球太多了 找一个比地球更殊胜的地方去住 肯定有 为什么 因为你让 让是信德 与信德相应 你去处 愈去愈好 真的来的不是好事情 纵然他完全得到 他后头不是生病 就是灾难 日子还是不好过 古圣先贤 诸菩萨 教给我们正道 我们不能不感恩 不可以不依教奉行 宣示示 宣示宣扬 用什么方法宣扬 做出样子来 给我们看 我们要能学会 我这一生 许多同学跟着我的 看到我的 我让了三次 在台湾 我们有个小道场 不大 有人想要 送给他 我们到新加坡 在美国 也有道场 也有人要 送他 想要都给他 在新加坡住了三年 各地同修帮助我们 买下一栋公寓房子 大概一千多万 有人希望我们离开新加坡 我们就离开了 都赠送了 欢欢喜喜 我们移民到澳洲 到澳洲快快乐乐 我们愈让愈殊胜 愈让愈自在 愈让愈快乐 老祖宗佛菩萨 叫我们忍让 这有无穷的乐趣在里头 没人知道 你能依教奉行 你就能尝到 能够让 才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 你不能让 那个和睦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一定要能够忍让 初学的时候 多少还有一点情志 要忍 真正让过几次了 那就不是忍让 是乐让 让得很快乐 别人占有了 占有了我们还感恩 为什么感恩 自己能让 境界提升了 德行提升了 智慧也增长了 怎么能不感恩 同时 要想具有的人 他在那里给我们做视线 视线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正面的 我们要顶礼 要恭敬供养 他具有这些财物 弘法力生 比我做得更好 我怎么能不让 这让有大德 如果是负面的 他不是做弘法力生 他是去搞明文立养的 他演出夜阴果报 给我们看 我们也要感恩 就像他在演戏 负面的演得很逼真 他不善的夜行 后面是地狱 恶鬼 畜生的果报 这对于我们 对于一切社会大众 这是什么 上课 上了一堂 因果报应的课程 细心观察明白了 会把我们内心 一切不善的念头止住 不敢做了 就像当年 佛陀在世 提婆达多所表演的 都是菩萨 都是大善知识 他从负面表演给我们看 释迦摩尼佛 是从正面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能说 提婆达多不是佛菩萨吗 所以 把事理看透了 得到一个结论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一切善恶夜阴果报 都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 我们的心形正 没有一样不正 妖魔鬼怪 在我面前表现的都是正法 如果我们心里邪 十方诸佛如来 所表现的也邪 这叫什么 这叫一切法 从心响生 自己的意念主宰一切 正是偶艺大师所说的 静缘无好丑 静是物质环境 缘是人事环境 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 都没有绝对的是非邪正 没有 是非邪正是自己的念头 自己念头正 没有一样不正 邪也是正 自己念头不正 正也变成邪 这个道理要懂 二 静空法师经典语录 都是人生感悟 另外 静空法师一生都在修行 其智慧非常高 看完之后 能够解脱自己 我们具体来看 其一 做错事情 不肯忏悔 认错 这是恶中最大之恶 与自信完全相违背 不是佛不原谅你 是自己不原谅自己 这个道理要懂 如果怪佛不原谅我 那是罪上又加一等罪 佛没有不原谅的 是自己不肯回头 不肯认错 不能怪任何人 其二 人用心一定要真诚 对于名利要淡薄 对于善行多做 有机会要多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没有机会 不必去攀缘 有机会 一定认真努力 把它做好 真正发这个心 你本来没有这个机会 佛菩萨给你制造机会 祖宗之德加持你 让你遇到这些机会 不是自己去找的 其三 静空法师说 凡一切不如意 不顺心 遭遇都是债 忍让福中福 忍了 让了 心平气和 这一笔债也就轻了 还了 接下来就是福了 不忍福中祸 不忍债没还 又添心债 到时 还也还不清 苦也吃不完 不满愤怒 报复 即是添心债 如此下去 渊渊相报何时了 其四 母亲在婴儿小孩面前 言谈举止 都要做出最好的榜样 让她看 让她听 让她学习 所以中国谚语常说 三岁看八十 她到三岁 三年的熏习教导 所受的教育 完全是深教 没有言教 其五 会用功的人 顺境 逆境 善缘 恶缘 都是好缘 你不从这上历练 你怎么能成就 所以 明白人 会用功的人 肯定你这一生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对你好的人 帮助你的人 对你有恩 对你不好的人 害你的人 也有恩 有什么恩 没有他的逆境 怎么能够晓得 你自己功夫在提升 其六 我们身上有哪些不痛快 不舒服 有问题 肯定是冤亲债主 我们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心里知道 心里明白 就应该要齐请 就应该要劝导 我们大家和解 过去事情我错了 要承认 要忏悔 要改过自新 要发大誓愿 劝导冤亲债主 我们把过去的恩怨 暂时放下 好好修行 其七 每天念经 决定不要想经里面的意思 不能想 你想经里面的意思 就是增加妄想 念经是修定 这部经展开来 从头到尾念一遍 这一遍一个小时 至少我这一个小时 不打妄想 这一个小时不打妄想 这一个小时 业障就消掉了 念经的用意 就在此地 七八 学佛 要学得像个佛 像个菩萨 傻虽然傻 傻有高度智慧 傻人还有傻福 有智慧 有傻福 别人看到你 也会尊敬你 仔细看看 像傻又不傻 一定要做得像 像什么 要做一个佛菩萨的样子 佛菩萨是世间的好人 你要做个好人的榜样 其九 听经 坐在这两个小时 听懂一句就一句 听懂两句就两句 不要去研究 研究 你又再打妄想 你果然是不用研究心 心里在那静静地听 不分别 也不执着 不打妄想 这两个终点在修行 同样地 界定会 三学增长 所以 凡夫很多人修行 不能成就 方法搞错了 其实 你永远要感谢 给你逆境的众生 让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 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 认识自己 降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 能够欺骗得了你 净空法师这一生 其实非常精彩 也很有意义 不仅首次提出佛教教育 还曾受邀于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协助推动宗教团结 与世界和平 2005年 更获澳大利亚 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而如今的我们 应该继续发扬 这样的精神 虽然我们 做不了什么大事 但是我们可以 从身边的一件善事 开始做 这同样 也是有意义的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 点个赞 或者留言 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 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